中国金铜奖候选人 郭甜宇 韩佳琪 温佳宝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继续通过大屏幕来揭晓谜理 2020年中国金铜奖的得主是 郭甜宇 首先我们要祝贺郭甜宇获得了2020年的中国足球的金铜奖 由于呢他现在正在随U22国家队在海南进行集训 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领奖 但是我们依然会把奖杯送到他的面前 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屏幕 很感谢能获得这个资格 金铜奖 然后也感谢球迷与媒体给我的关注 然后这个奖也会让我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会给我一个帮助 然后也会让我更加有自信心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重大的任务 一个是杭州亚运会 一个是约23亚洲杯 我希望在我们整个团队的合作下能取得一个很好的名次 我再次回答我说 这是一个大厉害和一个厉害 一个大厉害的成为这一位美丽的阶段 来 represent中国在中的阶段 和这些人之间的灵状和球员 那些人都长得每天 现在在开始的2018 我看到年轻人玩了在中的阶段 现在我看到年轻人玩了 甚至于第一个阶段 mitt att玩 väldigt bra och att ha många minuter på Superliga så jag är stöldig att vi är growling och progresser i campen är väldigt bra organisat efter att de camp i Decsta här i Hainan vi har camp i januari med två spännande spel och allt är perfekt för dem man